五位遭到伊朗当局拘捕的美国人 依据在卡塔尔斡旋下 美国与伊朗达成的换球协议 9月18日搭机顺利飞离伊朗 根据这项协议 美国同时解冻了总额为60亿美元的 伊朗存放在韩国的款项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证实 无辜的美国人已被伊朗释放 但是美国仍将对伊朗前总统 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 以及伊朗情报部实施新的制裁 一位伊朗官员说 这五位拥有双重国籍的美国人 飞抵多哈后 将转机飞往美国 他们都健康状况良好 拜登政府同意解冻伊朗资金 遭到美国国会共和党人的抨击 他们指责拜登是为了谋取 美国公民的释放 而向伊朗当局支付了赎金 但白宫否认这一指控 9月18日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针对美国汽车三巨头福特 通用斯蒂兰提斯的罢工进入第三天 急于平息罢工的斯蒂兰提斯 已提出为工人加薪 21%的方案 但与我主席孝恩费恩不为所动 上周五 美国密歇根、俄亥俄和密苏里 三个州的汽车工人 发动了局部罢工 如果罢工蔓延到更多工厂 将给三巨头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由于2024年总统大选已经临近 罢工的节点十分敏感 拜登政府和民主党希望能得到工会的选票 但同时 拜登也是美国汽车行业电气化转型的积极推动者 但电气化很可能会让汽车行业岗位数量减少 工人待遇降低 费恩在17日的采访中反复强调 美国工人不应该承担转型的价 他强调 向电动汽车过渡必须是公正的过渡 如果美国政府要用税金为政策兜底 那美国劳工就不能被落在后面 加州公路巡警局和旧金山 洛杉矶等执法机构官员近日宣布 加州将斥资216700万美元 帮助数十个地方执法机构加强巡逻 购买监控设备及展开相关行动 打击在加州各地发生快闪团伙抢劫行为 近几个月来 加州发生一系列肆无忌惮的奢侈品商店抢案 数十人进入商店进行零原购集体窃盗 引发各界抨击 认为加州对待罪犯态度过于宽松 加州州长纽森在声明中说 这些明目张胆的砸抢行为已经够了 我们正确保执法机构拥有打击这些犯罪分子 所需资源经费将于未来三年内发放 帮助当地执法机构建立调查单位 增加徒步巡逻 购买先进的监控技术和设备 打击车辆和触媒转化器切道等 该经费也将帮助地区检察官办公室 专门起诉相关案件的部门 州长办公室表示 自2019年来 加州执法部门已逮捕1250多人 追回3070万美元被盗商品 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9月18日宣布 计划在土耳其投资20亿美元 在安卡拉建立一个世界级的数据中心和物流中心 以及在伊斯坦波尔机场建设一个出口运营中心 这个投资计划是阿里巴巴总裁 埃文斯在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之后宣布的 埃文斯表示 阿里巴巴之所以瞄准土耳其市场扩张 是因为该国强大的生产能力 可以支撑电子商务的发展 并成为阿里巴巴在欧洲和欧洲供应链的一部分 但埃文斯没有提供 有关投资时间表的详细信息 称投资计划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实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